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会和大家示范做一个 蕃茄滑蛋鸡肉饭 其实这个饭是很有营养的 又有蕃茄啦 又有鸡蛋 又有鸡肉 什么营养都有齐 但是会有些朋友会怕些蕃茄酸呢 而因为想它不酸而加多了糖 这样就会变成营养就会减低了 所以我今天就会示范一个方法 和大家一起分享 如何做一个蕃茄滑蛋鸡肉 一个很健康的方法 同时令到送饭的时候 更加容易入口和开胃 这些就是今天选用的材料 包括鸡扒 蕃茄 鸡蛋 豉油 粟粉 糖 麻油 蕃茄汁 和葱 在蕃茄方面 大家尽量找一些红色 越红的话 就有丰富的茄红素 鸡扒 我就已经洗净了 现在我就用剪刀剪走皮 和一些多余的脂肪 我认真说 如果你不剪走皮 吃鸡肉 就像是仓鼠 在运动场跑十个圈都减不到 然后就把它剪成一块块 多大多小块就真是随理意思 看看你家里如果多小朋友 或者老人家的话 就可能剪小一点 如果想有点口感的话 普通大小也可以 然后就做一个简单的调味 就是下 豬油 粟粉 糖 还有麻油 然后就搅拌均匀 令到鸡肉可以吸收 所有的调味料 等它腌大约半个小时 腌鸡肉的时候 最适合就是准备其他材料 我首先将蕃茄洗干净 切到定位 然后就像切鸡肉 切成一块块 但是我都是鸡肉 还是很大鸡 所以我会用剪刀在中间再多切一半 这个大小最喜欢 然后开始先准备鲜蕃茄汁 锅不用加油 不用下油,直接把蕃茄放在锅上 不断炒呀炒呀炒呀 慢慢把新鲜的蕃茄汁慢慢炒出来 之后再加三分之一碗的水放下去 再加一点的蕃茄酱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呢 这个蕃茄酱很难折 下次也是买另一些包装 好像牙膏状的包装 好像比较容易折些 多辛苦了 再加一茶匙糖 用锅铲拌均匀 在锅上慢慢煮 令蕃茄汁越来越稠 越来越红色 这样的 现在都已经滚了 差不多五分钟了 你看到蕃茄 都已经淋了 但是 而那个 汁的颜色 已经变成橙红 也开始稠 但这也未够 我再加一些粟粉水 令到鲜茄汁有些稠的感觉 到时就可以将滑蛋和鸡肉 送饭的时候会更加容易入口 而不像水喉喉 那记住 那些粟粉水 一定要用冻水来开 否则粟粉 就会结成一块块 很难融 我下粟粉水之前 有点凹底 我用匙巾试一试 看看对不对 因为下粟粉水之前 有什么事都还可以補足 OK 好了 是时候下粟粉水了 我将粟粉水平均打一圈 用锅铲 将粟粉水和鲜茄汁 拌均匀 这样它就会慢慢滚 越滚就会越稠 去到差不多的时候 你觉得有点黏度 就可以关火了 就将它披在碗里 待用 你们都知道我是超级懒人精 不用锅了 直接加些油 将鸡肉加上葱粒 放入锅 将鸡肉炒熟 好香啊 总之炒熟鸡肉 因为始终鸡肉熟会好些 炒熟后 就可以把它披起 亦是代用 下一样要准备的就是蛋漿 我今次准备了三只蛋 因为本身有鲜茄汁 所以我只需要加一个蛋壳的水 再拌均匀 终于去到最后的步骤 我放少少油在锅里 用锅链推开些油 之后就将蛋漿落到锅里 兜一下锅 让蛋漿可以分布在大一点的面积 然后再用筷子不断拌圈 令它熟得均匀 我继续打圈 会看到蛋漿开始慢慢营结 去到差不多八成左右 我将鲜茄汁倒进去 再加上少少的葱 然后就可以将所有材料兜均匀 其实这个步骤很重要 为什么呢 我相信以前大家吃蕃茄炒蛋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 蕃茄汁还是蕃茄汁 蛋还是蛋去做 但结果呢 因为蕃茄汁太酸 可能有时候有些小朋友就不喜欢吃 你为了令它吃 又加多了糖 但其实呢 吃得太多糖都不是那么好的嘛 我现在呢 利用半熟的蛋漿 来去混淡蕃茄的话呢 一来又滑啦 二来呢 又可以减低酸度 簡直是 男女老少女都会很开胃 吃得很开心 又有营养 那我最后下鸡肉 一起炒均匀 那就搞定的啦 我准备了一个白饭 想着今天呢 做个碟头饭 我就将这个 鲜茄滑蛋鸡肉 放在碟边 其实这个份量真是够饱的 就是这样 我已经准备了 两碟的碟头饭 想着今晚的晚餐啦 因为有滑蛋 混合了鲜茄汁 所以酸味呢 只是好微好微的 但是呢 就好开胃 又有营养 即是什么营养都有齐 所以超级推介 好啦 我这次又说到这里先啦 最后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记住帮忙按 订阅 和赞好这段影片 支持一下我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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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